说到国产文具巨头 猛光肯定会歪嘴一笑 只要是中国小孩 学生时代肯定人手艺之陈光中信笔 不过陈光也只是在国产学生文具的市场一家独大 论在办公文具这块 奇心只是当之无愧的王者 嗨大家好 我是爱豆手的同妹 打开百度 输入奇心中标 你就会看到 各种政府机构的文具采购项目 基本都被它承包了 一副霸道总裁的架势 而且它还无处不在 你的办公桌上 开会的座位上 甚至出差的文件代理都能看到 完全一种商务持难感 不过这些年 奇心也在不断突破自我 通过和几个大型IP的合作 也推出了不少个性化的文创产品 毕竟你看人家过宫的文创 都带头玩个性时髦了 来 号外的同学往前坐 今天就和everybody看看 大直男奇心带给我们哪些惊喜吧 掌声有请 奇心文具的大老代表 K35暗动中性笔 顿厚的笔匣 厚实的笔套 加上官方宣称的R929超大容量笔芯 就像一位商业精英 每一滴墨水都代表着 实际用起来 也是流畅不断墨 而且防水防晒 可以说除了速干性能不杂样外 已经是能吊打同类产品 价格19块9一盒 一盒12只的无敌性价笔 良心是做本作啊 说完了奇心钢铁直男的一面 下面就来换换口味 这款茶运职业式签字笔 光明字九挺特别 四款半透明的笔杆设计符合茶运之名 让人思考是不是换设计师了 作为职业式中性笔的最大卖点 自然是大容量 虽然美法和几个老牌外国厂的黑科技相比 但是1200米的输写长度也是其他中性笔的三倍了 干燥速度尚渴 但实际输写中会有一定几率出现断墨现象 不要问我们是怎么知道的 品工方面还需努力呀 看完笔 我们看一下本子吧 齐心转型后的立作 PP面标尺双模选本 彩色透明PP封面 自带钻石纹理 没错 这系列还取了一个挺奢侈的名字 钻石维武系列 名字高大上 设计却是走实用路线 内页配置了一把活动标尺 可以自由拆卸使用和添加到其他页面 理工狗感到十分愉悦 but 有一说一 标尺的吃孔卡得有点紧 安装拆卸还是有点费劲 内页为80克米黄纸张 万能的点针规格 做图写字两不误 双面书写不深墨 总的来说 这款螺旋本还是值得一推 活跃本也是值得一收的 虽然还是高保护度色系的设计风格 不过这次的活跃本也精华了不少 看上去像是纸质的外壳 其实是采用了特殊的软PP材料制成 可以随意卷曲不留着痕 所以随手一卷就能够轻松收纳 玩偶像开启的塑料活跃圈设计 也非常方便使用 单手换页没问题 虽然和进口的其他品牌活跃相比 没有特别粗色的地方 但正在用起来顺手的同时 价格绝对足够实惠 接下来要说的是同媒感兴趣的 IP联动算是很多人都无法抗拒的 有效争执手段 转型中的齐心自然也不会忘到这块 因此他们也和不少国内知名IP联动了一把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这只猫 其实就是漫画家白茶的插画绘本 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系列中的主角吴皇 其今的吴皇万岁系列联动产品也是颇有模型 之前提到的茶运职业式签字笔 也有吴皇系列的联动款 而且是一次性一整套销售 对比目前流行的盲盒模式 一口气get全套就不用出来出去啦 诶另外社长说要在未来搞一期文具盲盒开箱 大家有感兴趣的文具盲盒可以弹幕评论告诉我哦 好说回正题 双螺旋装丁本不管封面和封底 有八哥和吴皇的写真美照 甚至内页里都有他们注视着你哦 而米团2系列也是齐心和插画师阿仁合作的系列 圆股管的科技屁股十分Q弹可爱 而且还有记忆曲线复习本 单词本 活页本 手杖本 便利贴等一系列产品 已经把量产化办公文具的印象 抛到了九霄云外 大人 时代变了 最近几年 几大国产文具品牌也在发生着右眼可见的进化 不光是产品的外观设计和技术含量 都在发生几何级的蜕变 同妹作为喜欢文具的人 当然是支持的啦 齐心能甩开办公文具的固有印象 开拓新市场 其实也是非常不错 希望这股镜头能继续保持下去 同时也想请大家给博场文具更多的时间 本期的文具三分钟就到这了 如果喜欢还请一键三连 我是阿德手的同妹 我们下期见 拜